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三月份也是成都这边非常适合骑行的季节 周边都是花花世界各种花都开了 今天去参加一个骑行活动 一会看能不能借一台CB1300来骑一下 骑山椅我还是挺喜欢的 好了到了我今天是来的比较早的 说是10点钟出发 现在才8点47他们还在开早会 照不照 他们店好像重新升级了 这是邓斯吗 你迟到了 我还以为你们还没上班呢 结果你们开早会了吧 今天1300有没有人骑的 CB1300 骑盘1300 刚才我给他们说了 今天CB1300有没有人骑 他们说没人骑 那我今天就骑一下CB1300吧 这边都是他们的试驾车 我看现在就只有CB1300没有怎么骑过了 CB1200我也是骑过的 对今天就骑这台 CB1300是我现在算是最喜欢的四肝街车吧 整个外形就是90年代复古的风格 这个翘翘的屁股还挺喜欢的 有定速巡航 骑行模式在这里 牵移的控制 还有手把加热 来坐一下 坐高对我来讲还挺合适 坐高只有应该是780的坐高 车的整杯质量还是挺重的 有260多公斤吧 我先把东西放一下 难得搞集体活动 我来的早一次 我先说一下试驾车吧 试驾车还是挺多的 123456789 大概一共有9台试驾车 CB1300 这也是我今天准备骑的一台车 飞双CM1100 CB1200 NSS750 CBR6502 和我同款的CB500X 还有CM500 基本上本田在卖的一些 参销车型吧 他们都开了四驾车 以前还有精益的四驾车 但是精益的四驾车 好像他们卖了嘛 好像说要开新款的精益的四驾车 我们现在等一下 等一下等到10点 然后正式出发 这个非常好多包你看 前面有两个 后面有三个 五个包 要参加火短 不是有下接加一期吗 我准备今天使用CB1300 但是害羞的走了 我们先去加个油吧 应该是没油的状态 油灯再上 来123 哇哦 声音真舒服 推起来还行 只要这车不要挡 本田的车就不挑油 像CB1300 CB650 这些直接加92就可以了 看现在油价多少钱 现在95号是8块7 92号8块1就是 你家还 我那是 本次车油已完成 好 好了 做理会 今天还客串一下头车 今天的骑行活动属于郊游吧 骑行距离挺近的 出成都市区后 走成温泉快速路 出了快速路 再走一段乡村道路 没多远 就到了中午吃饭的地方了 这个地方叫重州市都市农业产业功能区 这里有大片大片的油菜花 当然油菜花在成都平原并不罕见 一到春天随处可见 但这里吸引大家来的点是什么呢 是火锅 开在油菜花田里的火锅店 这还是挺有意思的 现在一开始热了 还是前几天更舒服一些 春天就热了 直冲 它这个菜籽花 还有点区别的 橘色跟黄色 好白色的 在那边 还有粉色的 还有粉色的 昨天我们走那个 白祖林的前面那一片 有粉色 有金色 有黄色 还有白色 这下面这个黄色 就是传统的黄色 这一次有一点带红吗 走吧 我们把东西先放一下 今天中午 我们是在这个油菜花里面吃午饭 是不是还觉得有意思 在花田里吃火锅 来 保好理财 10号 11号 这两个都是我们的 在油菜花田里吃火锅 还是很有意思的 今天周六 这里人还挺多的 他们都提前两周就定了位置 好 好了 准备出发 的确有点热 现在的话我们去找个地方喝茶 哦 这一条小河 虽然我游戏玩的菜 哦 这一条小河 但是小河 我是专业的 听我的准没错 我是一条小段 哈 过不去的 还是从这里出去 这里出去不了 掉头 这个世界还不错 你看 原路返回 还以为这边能出去 结果出去不了 啊 这里又转 这辆小路也还不错 前面他们找了一个茶房吧 这里休息一下 现在才2点40 我们玩到四五点钟走吧 现在6档1100转 然后时速40 也不会拖的 这里右转 这段路还挺不错的 这就是成都平原的春天 这一段很漂亮哦 进村了呀 哎 你看 这个小村子 现在很漂亮呀 像一栋栋栋的小别墅 现在中国人真的很多哎 泡泡 就这里 好 上去把头盔先放了 他们好像在二呢 他耳朵 好 这里非常的舒服 好 好 悲剧了 我把cd要上面的钥匙弄上去了 找一下 没找到呀 找到了 在裤子的包包里 刚才摸 也没摸到 奇怪 走 我们去菜花里面拍一下 然后就差不多回去了 慢点 没事 给你拍一下了 有点发给你 没得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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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个是水 那时候不知道拍照了 对 关了时候我看到你了 然后我就很紧张 上了一户我就别了 对 下次培训哈 咱家培训哈 对 嗯 就是随小路 我们就来看看找吧 关呀 好 如果倒车了一定是马上调开 嗯 一定调开 很多刚骑摩托车的朋友 应该都发生过 像这样低速转弯或掉头倒车 一般来说这样的倒车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游离配合没做好 发动机别熄火了 第二种情况是捏前刹 没控制好力度 一下捏死了 这样都会让车辆失去重心 很容易倒车 那你呢 有像这样倒过车吗 可以在弹幕和评论里说说 这个小路上拍照还是很不错的 抖音无人机 航拍打卡 30元每条 不限人数 嗯 这个还不错哈 30块钱一条 我也可以把我那飞机脑过来弄一下 收耳式吧 哎 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都不想拿猪耳来 哈哈哈哈哈哈 快钱了 大摩迪 哎 这车是CB1100 1200 这个车吧 这是他们的试驾车 我自己的车是CB500X 和你们都是一样的 500系列 我说这个车好高大哦 我说这个车过去应该很快 哎 还快 嗯 嗯 就很复古啊 这个风格 它这个不是复古 是九 九十年代的车型一直歪行好 应用到现在 这里面好不好掉头啊 哇 这里还可以过去 先跑一下呗 哦 哎呀 那是什么鸟 哎 这里可以撞出去吧 这个路四通八达的 啊 这边可以绕 可以绕过来 小心掉钩的哈 哎 他们在这里吗 你要在那把肉丝捣开的 快把他 快把他 我现在摸了什么摸到去 可能是没有头下去 你然后想听到那些的称呼 干嘛 捣开肉丝 捣了个脱下轿 结果在他一夜的一夜的宝宝 很多女器就用这个提醒 哇 就起飞座 我的龟属就是110 M110 上高了 龟属的 哇 自动当的孩子 我觉得好香哦 你的M110也是自动当的 嗯 好保密哦 而且装载能力很长 这个就是排给装 这个是你买的头盔啊 你两个人买的 可不可以推荐给我 就这个SR 这个好快 就是嘛 它们有私底点 就在花样那边 这个好钱呢 这个头盔 全二 那么贵啊 我还以为七八百的 十八百的我还是不敢买 那七百百的买你钱嘛 那你可以 就还三千嘛 别嘛 那我就得有面全给 哈哈哈哈 有所有东西三千 趁着夕阳回家了 现在的风吹起来就是很凉爽的 回去我又继续带队 在这样的乡间小路 骑CB1300还是很惬意 像我骑这台车 我不会把它骑得很快吧 就是很享受这种工程级四肝 给你带来的感觉吧 那上乘温泉快速路 321 不愿意的 今天路上摸有还挺多的 都来了吧 就可以走一起来 来设个定速巡航 哎呀我们的队伍呢 我后面怎么走三台车呢 下次我单独把这台CBR300 借出去骑吧 因为今天就是大队伍一起骑 其实不是太能感受到这台车 去骑一些山路啊 应该还挺有意思的 或者是刷街 这台车我觉得刷街也是挺不错的 就是在市区在都会去骑 我是觉得挺有份的 好了那愉快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这就是今天Vlog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分享加关注 谢谢大家